應該在黎智英案開審前玩東西,批評香港的國安法 其實英國的國安法遠比香港嫌 另外南韓總統韻錫悅又帶著太太四圍出訪 去訪問荷蘭搞其芯片聯盟 中國再出招向南韓斷工輪酸胺 根據韓聯社報導,中國發肥網12月7日的消息 中國國家發舉委上個月通知要求暫停對輪酸胺的出口檢查 何時重啟檢查並沒有通報,由此輪酸胺的出口程式中斷 中國是輪酸胺最大的產地之一 韓國在這個領域對華為依存度高達95% 因此這個措施如果持續下去到明年農亡的季節 恐怕會大大影響韓國境內的化肥供應 另外輪酸胺除了農業生產提供必須的化肥元素之外 也廣泛應用在生產火藥、炸藥等軍工行業 韓國媒體更說,韓國的炮彈在它為輪酸胺的前提下將會停產 而目前,韓國正為烏克蘭大量供應炮彈 它對烏克蘭供應的炮彈已經超過歐洲的總和 從12月開始,中國已經對韓國先後斷工了石墨、尿素和輪酸胺 中國韓國總統韻錫悅訪問荷蘭的前夕 做出這個行動以有所指 美國進一步收緊對中國供應人工智能芯片 有限制盟友的半導體製造設備輸往中國 韓國就充當美國的打手 推動半導體同盟想牢牢綁定荷蘭 尹石月12月12日起對荷蘭進行各時訪問 據聲言將荷蘭和南韓的半導體合作 提升為半導體同盟 尹石月12月11日抵達阿姆斯特丹 此行的目的是加強韓國芯片製造商 和荷蘭阿斯麥公司等芯片製造設備公司之間的合作 這亦是1961年兩個建交以來 韓國總統首次對荷蘭進行各時訪問 尹石月12月11日 在韓國僑民晚宴上致詞說 半導體不單是韓國工業的重要領域 亦是韓國安全的重要領域 通過這次訪問 韓國和荷蘭之間的半導體合作 將它提升為半導體同盟 尹石月12月12日 就和三星電子會長李在用 和SK集團會長崔太元 一起訪問阿斯麥公司的總部 三星和SK 兩家韓國公司都是世界領先的芯片製造商 而阿斯麥就是全球唯一 能夠生產極紫外光 即EUV光刻機的廠商 韓國總統室說 尹石月將會成為首位參觀荷蘭 無層失生產設備的外國領導人 尹石月說 荷蘭和韓國之間的合作範圍正在擴大 從防務和安全等戰略領域擴大到經濟和文化交流 和尖端科和技術交流 隨著這次訪問期間 很多協議簽署 荷蘭和韓國的關係將它進一步加深 據一個韓國總統室的高官透露 吹石月在飛往阿姆斯達丹的總統專機上 主持趙埃空中會議 旨在討論訪河整體行程 並且將半導體合作放在重要位置 在兩個小時的會議當中 一個小時專門用於深入探討半導體相關問題 韓國總統室發言人金秀卿說 吹石月訪問阿斯麥公司 將藉此機會和何方共同探討加強互補性半導體供應鏈合作和擴大兩國產業合作的方案 韓國作為美國的小兄弟 起組織半導體同盟 對抗中國方面 走得比日本更前 吹石月想拉攏荷蘭阿斯麥公司和自己結盟 不僅是想提高本國 起半導體領域的優勢地位 更想借此增加對華談判的籌碼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韓國有個大國夢 經常做一些與自己角力不相匹配的事情 早前 韓國以為自己可以高票獲得2030年世博的主辦權 結果借到29票 首輪投票 就大比數輸給沙特 簡單說是不自量力 第二 吹石月一年之中 有大部分時間 都是帶著美美老婆到處出房 韓國今年經濟全面衰退 但吹石月完全不顧韓國民眾的批評 只要帶著老婆出遊 非常享受 他心態之穩定 令人歎伏 第三 沒有總統拜登 剛跟習主席開完峰會 不方便自己出手 去搞中國 那吹石月就出場了 考慮荷蘭 拉朗下薛物公司 搞反中半導體同盟 這個是極其敏感的遊戲 不知道韓國能不能玩得起了 第四 中國先禁尿素 再禁輪酸安出口韓國 就是在敲打韻石月 最好適可而止 否則中國的制裁 只會越來越強烈 禁止輪酸安出口 如果順便可以 影響韓國的炮彈生產 影響到韓國 對沃蘭的軍火供應 那就做了一個 順水人情給普京了 另外 想說黎智恩 黎智恩 將於12月18日開審 西方齊齊搞事 法國和德國政府就決定頒授今年 法德人權及法治獎 給前支援會主席周幸彤 他是今年 這個獎項 12名得獎者之一 另外 英國新任外相卡梅倫 要接變黎智英的兒子黎智恩 引發中國駐英大使館 強烈譴責 指卡梅倫 違反中亂港首顧 撐腰打氣 割接香港特區的法治 該黎智恩多次要求 會見英國政府高層 但最高 只是見過英國 印太事務國媒大臣卓雅敏 但今次 終於獲得新任的外相卡梅倫接見 英外交部說 黎智英案高度政治化 有批評港區國安法 以國家安全為仿指 壓制異議聲音 而與黎智恩 一起要求釋放黎智英的 英國御用大律師 加拉格爾 就聲稱英國政府 認定港區國安法 不應該存在 因此 即使審訊 也不可能出現 公平 和可以接受的結果 英國內閣要員 在黎智英案 開審前夕 接見黎智恩 很明顯 是想向香港施壓 不過 事件最大的漏洞是 英國 不是要求黎智英 獲得公平審訊 而是要求 直接釋放黎智英 而透過用大律師 加拉格爾之口 說英國政府認定港區國安法 不應存在 這樣 其實是赤裸裸 干預香港的法治 和英國自己一直奉行的法治原則 完全不相符 法治是依法而至 嫌疑人 經法庭審訊 依據法律 作出判決 不是政客 說了兩句話 就可以對嫌疑人 釋放 或者判刑 英國對香港的批評 也都完全責不住腳 主要可以看兩點 第一 英國的國安法 比香港更嚴苛 今年年中 英國的國家安全法案 或者國會通過 平均成為法律 關於內容 比港港的國安法 更加嚴厲 英國國安全法案 除了新增了 反間諜罪 外國干擾罪 透過與外國勢力聯繫的 外國行為罪 破壞罪等等 最令人注意的是 調查外國國家安全事項 所負英國政府的權力 最嚴重的是 長期扣押權 起新的國安法案之下 只要英國國會大臣 合理地相信 任何人 可能涉及外國勢力威脅行為 就會向法庭申請法令 將那個人拘捕 那麼閉起 他的居所方圓200里之內 任何地方 可以長達5年之久 法庭在考慮 發出這個條例之下的命令時 不需要通知 即將被拘捕的人士 不需要經過審訊 亦不會讓那個人士 有機會辯護 當國務大臣 向法庭申請這個法令時 除非法庭認為申請 明顯犯錯 否則 必須批出 所要求的法令 香港將來 23條立法時 其實都可以 跟英國這些先進國家 看齊 參加英國 國家安全法案 增加政府 應對外國勢力威脅的權力 英國的新國安法 長期扣押權 按英國自己的標準 明顯是違反了國際人權公約第9條2的規定 即 執行逮捕時 應當場向被捕人士 宣告逮捕原因 並隨即 告知避控案件 3 因刑事罪名被逮捕 或拘禁之人 應迅速介送 法官 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的其他官員 並在合理期間內 審訊或釋放 港區國安法 並沒有英國法 這些嚴厲的內容 為什麼英國 可以批評 香港的國安法 根本不應該存在 而英國自己的國安法 又應該存在呢 第二 英國對付異見分子的手法 極其殘酷 例如 對付試圖 分裂國家的北外人士 1981年夏天 臨時派 衛蘭共和軍成員 巴比桑芝 和3個抗議者 在英國獄中絕食 抗議英國政府 非法逮捕他們 巴比桑芝在獄中當選 英國下議院議員 大堅持絕食 和3個抗議者 在獄中喪命 此經引發 國際上極大的批評 認為時任英國手上大罪夫人 完全漠視人權 時拘捕異見人士 他們也不會獲得 公正的審訊 敢問英國政府 為什麼它們可以 嚴厲的對付 分裂他們國家的 不外分離分子 或者 犧牲國安法當中 嚴厲控制 可能勾結外國勢力的人士 而香港又不能有相關的法律 並依法 進行裁決 這是可恥的雙重標準 英國自己 每天都在這裏做的事 去保護自己國家的安全 但就叫香港 不要去做 難道你的安全 比我的安全更重要 另外 在石油台時快評 我會講到 沃蘭總統 澤連斯基 危險了 因為48%的美國選民認為 對沃蘭的援助太多 在這個環境下 拜登又怎麼可以向國會 拿到錢援助沃蘭呢 歡迎訂戶 去石樓台 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 石樓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 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報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